這個微軟的創辦人 Bill Gates跟他的太太 叫梅琳達 在去年五月離婚 那前不久 他的前妻梅琳達接受媒體的專訪 說結束二十七年的婚姻 並不只是因為一個單一的事件 而是很多事情的累積 剛好就到了一個時間點 累積夠多的東西 讓我意識到這個婚姻不健康 我沒有辦法相信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相信我們之間的關係 我想知道梅琳達 要跟別爾蓋茨離婚 這個事情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對全世界影響力 這麼大的人 甚至貢獻很大的人 Bill Gates對全世界的這個效率增加很快 那他賺的錢也嚇人 曾經是世界的首富 那原本大家以為他們夫妻其實一起做慈善 感情也都很好 是一個美滿的家庭 想不到有這麼多事情 讓梅琳達這麼的不愉快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你可以體會他所謂的 我無法相信我們之間的關係的 這種信任感嗎 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 應該看到梅琳達離婚的新聞 然後從一開始的就是不可置信的 覺得說怎麼會離開這樣子的富豪 到後來終於可能一年之後 他說他二零二 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就是在離婚事件的時候 為什麼他沒有辦法出來說 其實後來有說明說 因為他每天的情緒 就是在一個很黑暗 就是可能就是躺在這個地毯上哭的狀態 所以他沒有辦法出來說什麼 那是現在他才有辦法開始說 先猜個話好不好 世界首富的太太竟然躺在地毯上哭 你看那是什麼畫面 對 所以其實這邊的就會 其實會讓我們其實女生後來就可以理解 就是說為什麼她會需要去離開 就是可以呼風喚雨 全世界的那樣子的富豪老公 是因為她的生活 就是會在地毯上哭 然後她其實不喜歡她的老公去接觸 所謂的那種美國很有名的 那種淫謀介紹 就是仲介人 就是不好 對 然後可是就算大家以為梅琳達影響力很好 然後比爾蓋茲給全世界人說 我有個好家庭 我很尊重太太 我也有好小孩的時候 其實梅琳達她自己才知道說 原來她的待遇是 就算不喜歡老公跟我實際上接觸過 可是感覺怪怪 然後大家又在整個社交圈 風評很不好的人見面的時候 她去勸阻她的時候 她發現她對比爾蓋茲 完全沒有影響力 比爾蓋茲還是要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她應該就知道說 她沒有辦法管束這個老公 沒有辦法讓老公回到 他們想要當初共同經營的婚姻的正道 是 對 然後我覺得她會痛下心去離婚 但是因為那個本來她認為 比爾蓋茲應該是很好的人 如果說我們今天本來就是嫁一個 就是稍微沒有那麼成就的 徽律的 你大概也不會期望說 她不喝酒 不抽菸 或者是不嫖賭 一般的女生的要求標準 可能沒有辦法 不會那麼高 可是梅琳達恰恰是 她剛好嫁了一個全世界都知道 她老公很優秀的人 而且她事實上一開始被蒙在鼓裡 覺得說她老公就是這麼棒 這麼優秀 這麼顧家的人 後來才被揭穿說 其實都會出去 可能有很多的劈腿 然後甚至人家劈腿的女性 還會寫信到微軟公司 然後說這封信 我跟你老公之間有一些不軌的事情 一定要 我就把當初的事情寫出來 而且這種事情是只有在 跟梅琳達結婚六年之後 就寫出來的事情 然後指明說要給梅琳達看 所以那一種就是 我活在一個全世界羨慕 然後富豪不擔憂的環境 後來很殘忍的發現 我跟其實其他一般的家庭 面對的問題是一樣殘酷的時候 他整個信任度會瓦解 好 我想這個梅琳達 他婚姻裡面有一個離婚的導火線 是他 他叫艾伯斯坦 他被稱為淫魔 那這個梅琳達就希望她老公 不要跟這個人再聯絡 但是這個比爾蓋茲 並沒有同意 繼續聯絡 那我想請教這個文婉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這個人 其實艾伯斯坦這個人 其實當時我們看到這個 比爾蓋茲單純離婚的案件 我們就想說反正就男人偷吃 然後而且有一次就會第二次 第五次 其實就是大概是這樣 可是後來其實梅琳達 其實她的太太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她其實有一點點 沒有 最不能接受的是 她交的朋友 就這個布林斯坦這樣子 那這個人是誰呢 如果大家有關注先的話 其實這個所謂的美國淫魔 在去年其實在牢裡面 已經自己自殺了 自殺身亡 那其實在二零零二到二零零五年之間 其實後來其實被挖出來 一個很可怕的地方是 他在他自己紐約的豪宅 包括佛瑞里達的這個什麼 棕櫚灘 新墨西哥州 等等很多地方 其實都有他的所謂的極樂事蹟 我們這樣講好了 然後甚至其實在這個所謂的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棕櫚灘這些地方 還有其實當地居民都知道 那個常常有所謂的未成年的少女 然後其實文數還滿多的 幾十個人 在那邊呢 就是有進行一些所謂的性交易 然後甚至可能是被 有所謂的自願跟非自願 那裡面甚至呢 還有呢 其實最可怕的是 他這個島被封制為兩個 很可怕的名字 就是顧名思義狂歡島 再來就是所謂的戀童癖島 所以這個後來被掀出來 其實引起哗然的是 因為呢 普林斯坦呢 他不是自己開心而已 因為他手握很多 就是呢 也一起join在裡面的 權貴 有錢人 名人 生產很多政治人物 那就我們熟知的這個 這個柯林頓 還有我們的安德魯王子等等 那呢 最讓人覺得受不了的是 柯林頓耶 他曾經其實被挖 他說我只去過四次 可是後來資料一尋 因為他常都是坐著這個 普林斯頓的私人飛機過去 長達 長 就是高達二十幾次啦 所以這個零零種種加起來 其實現在Netflix的一個影片 也其實去訪問到 其實當時有一些當事人 已經變成一個紀錄片 所以你這樣子講起來 那個洋洋傻傻這麼多 你覺得身為一個太太 你說他有好的一面 這個有什麼好的一面 所以如果你的老公跟 愛普斯坦是好朋友 你能接受嗎 我跟你講我真的不能接受 因為他一定會說 這是好朋友耶 好朋友就會一起做 他喜歡做的事吧 不然你確定你老公 沒有去這樣子不行嗎 我跟你講 絕對不可能沒有去 就是有可能 也有可能說 你根本毫無證據 沒有 你知道嗎 也有可能說 我們好朋友 我們今天去做的私人飛機 我們到哪裡去 去投 一去 那個美女一堆什麼 你會 我跟你講 敬諸者斥 這個是這個道理 愛普斯坦 他其實真正的工作 是一個超級製作人 在電視台 他非常有影響力 所以也許有一些人 也是對他的影響力 有所忌諱 對 他其實很多身分 包括他也是避險經紀人 對 精靈人 對 就他很會投資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錢 又買小島又有飛機 也請教一下黃醫師 你的先生跟一個 就是私生活比較淫亂的人 是好朋友 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不行接受 因為我會看到他知道什麼程度 知道到什麼程度 意思是說 你如果知道他是一個淫亂的 然後你還是決定要跟他繼續交往 做朋友的話 那我會覺得你這個老公的判斷力 是有問題的 一個有判斷力的男人 恐怕會常常就是因為自己的迷失 或是別人來勾引會出錯 所以如果我的老公是這樣子類型的人 像梅琳達事實上 他也很像 他說他其實比爾蓋茲是帶他親自去 這個可能小島上跟他這些朋友接觸過 他其實不好意思 或者是無法說出口的 是他竟然看到那個震驚的場面 而這些男人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們女人是不能接受 可是你看他雖然是世界的首富的太太 掌握這麼多權力金錢 他姑且都還要忍耐二十七年 我相信就一般的女生 一般的太太 其實心裡是不能接受 但是能不能離開老公 又是自己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老公這樣子 那你要他離開 但是他沒有離開 那你會怎樣 那我就離開他 因為外面男人這麼嚴重 因為外面男人很多嘛 好 那再轉過來 就是如果你有一個男生朋友 你老公說你很不喜歡他 他生活看起來有問題 那要你離開你會離開嗎 那我就先瞭解 我老公覺得我這個朋友的問題點 在哪裡 比方說愛普斯坦 那我就離開 因為我可能也是認同 因為這是定義的問題 就是說等同你的另外一半 要你交朋友的一個標準 是由他來制定 可是我覺得愛普斯坦 他這個比較特別的是 他並不是牽涉到什麼一般的吃飯 一般的看電視 喝酒看電影的朋友 他有點牽涉到性這個方面 那我覺得我會對這個議題 會比較小心 那請教一下詹律師 就是配偶有權力干預到這種地步嗎 原則上是還是會保持雙方的各自交友空間 但就像剛才醫生所講的 會去判斷說今天你這個朋友 是不是比較有問題 因為扯上性的話 如果有發生性結尾 這個在我國的法律 是可以直接判決離婚的 不需要再額外的去說 你們的婚姻有破綻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可是有時候那個定義 像剛剛講就沒有證據 他說他一定有 你有沒有聽到 他沒有證據他說他這個一定有 可能性高 可能性高 這樣子就可以決定 我們交朋友的權利空間了嗎 就還是會尊重雙方的意願 你不要你這個朋友性侵別人 然後有一堆這些東西 那是犯罪啦 對啊 所以普林斯坦就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態底下 那你怎麼會說 我還是要跟他做朋友 這樣子就很容易 這是高危險群啊 如果我的老公是這樣子的人 我會覺得說 他竟然沒有辦法有正義感 去糾舉人家就算了 你還竟然不能離開人家 那你什麼都沒有 那我還當你這老公幹嘛 那你還沒有 我覺得是個子 兒烹飪